餐厅里立刻安静下来 苏菲依然低头 艰难地吃着盘中甜腻的火腿 但所有人此刻的表情 均逃脱不了 他的精神类的观察 塞米尔 法医的眼中 闪过一丝怒意 他快速地瞥了一眼肯尼 伸手取过桌边的红酒 他们家的长子 与肯尼差不多大吧 艾薇抬起一眼 惊讶地望着一眼肯尼 然后又将目光移向南西 她是我们肯尼的同学 是个相当不错的孩子 南西被自己的提议 兴奋地满脸红光 艾薇有些不明所以 塞米尔伯爵夫人我见过 不过你所说的 斯宾芬塞米尔 我就没有什么意象 她在自己的记忆里翻找着 她人品怎么样啊 我推荐的韩勇说 她可是肯尼的好朋友 一个笨笨笨笨的老实孩子 以后两家联姻 看着肯尼的面子 仙朵拉一定会备受宠爱的 南西的眼睛已经眯成一条线 她举起酒杯 哦 伯爵夫人啊 只有仙朵拉这样的美女 才能配得上她 肯尼被她的母亲 赞得抬高了下巴 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不同于艾薇认真思考的样子 阿图罗始终轻皱着眉头 看起来 她应该是不赞同这门婚事的 而路易莎 自然又是张红着脸 羞的手脚都不知道放哪里好了 这事儿等等再说吧 法医的脸上恢复了笑容 她漫不经心地说道 仙朵拉毕业以后 我们再商量她的婚事也不迟 她的话令艾薇一正 她疑惑地望了她一眼 见她不动声色 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脸毛附和道 啊 是啊 还是等仙朵拉从学校出来 才有时间谈这个事 哎呀 不是我说你们 南西夫人嘖嘖摇头 柔媚的声音像一条歇流 淘淘不绝地继续说道 你们是怎么做父母的呀 女孩子跟男孩子可不一样 女孩子的婚事比什么都重要 这么好的机会 你们怎么可以错过呢 真的等到仙朵拉毕业 这事情也许就难说了 斯宾赛很不错的 总比那个整天缠着 仙朵拉的菲恩强 肯尼冷不丁地来了这么一句 菲恩 艾薇错愕地问的 她又是谁 哼 肯尼不屑地撇撇嘴 还不是雷克斯子绝的小儿子 那个小儿子仗着自己是高级魔法师 整天跟在仙朵拉身边 看着就讨厌 肯尼的话 立刻使艾薇紧张起来 她把脸转向阿托罗 似乎希望从她那里得到确定 可是阿托罗没有多余地表示 她只是沉默地吃着东西 并没有抬头 艾薇又看向法爷 希望她能有所表示 只见法爷轻轻摇了摇头 给艾薇递了一个稍安雾躁的眼色 肯尼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 法爷和蔼地对着肯尼说道 只是仙朵拉的婚事 我们暂时还不会考虑 就目前来说 突破魔法瓶颈对她来说 更重要一些 她抬起右手 阻止正要开口说话的肯尼 饶有兴趣地接着道 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费恩的小子 我会过问的 肯尼的表情有些不满 不过她那那两下 没有继续再说下去 因为刚才法爷的语气 已经很明显地暗示 这段谈话应该到此为止了 也是啊 仙朵拉长得那么美丽 不用着急的 南希夫人睁大了她 闪闪发亮的绿色眼睛 然后眼光若有若无地划过苏菲 不像我可怜的小路易莎 我觉得我可得早点帮她找一个好人家 果然 艾薇和法姨的表情同时僵了僵 但她们没有接话 这时 只听路易莎怯怯开口 妈妈 她的表情又羞又恼 脸成了一块红布 大大的眼睛 像是受伤的小路易 一般惊慌失措 好复杂呀 小妖打了个哈欠 我看着都累 这些人真奇怪 仙朵拉的不在家 她们却讲得这么热闹 仙朵拉的婚事 跟她们有什么关系呀 小妖 你没发现吗 我刚才已经把解药 放进了南西夫人的酒杯里了 今天 让她过一个愉快的晚上吧 哈哈 苏菲心中暗笑 谁叫她管我的现实 好啊 你现在瞎手越来越老练了 空间萌法师不好揉 笑妖不等感叹完 又眼嘴偷笑了起来 连着下了几天的雪 如今厚厚的云层 终于被大风吹散了 雪化得非常快 气温还在继续下降 送走大伯母之后 苏菲除了早上跑步之外 基本上都是待在自己的小院子里 每天艾薇都会过来跟她聊会儿天 不过苏菲并没有什么可以跟她聊的 多数时候她都在看书 艾薇手里也常常她一些针线活什么的 有一搭 每一搭地与她说着话 令苏菲意外的是 法院每天也会抽出一点时间 过来看看她 虽然话不多 但她似乎十分关注苏菲的学习情况 也偶尔会出些题目来考她 可是她的问题又怎么可能难得住 梅西先生的学生呢 通常这个时候 连小黑看她的眼光都充满了鄙怡 怎么苏菲父亲的问题 问的都有些白痴问题 当她是白痴吗 这两个人时不时来一趟 打乱了苏菲的计划 她只好把原本打算在妖精界里 做的一些实验挪到地下室里 以免她们出现的时候 自己身在妖精界而引起怀疑 有那么大的妖精界不能用 憋屈在这样小小的一个地下室里 苏菲也很懊恼 她决定快一些摆脱目前混乱的状态 早些去莫斯霍克魔武学院 打定主意之后 苏菲终于要去学校逛逛了 她换上普通法师服 说起来练金是服 好像都是穿的法师袍 除了袖口处不起眼的练金级别标志 没有什么专门的服饰表明身份 是希望人们都把她们当作高贵的魔法师大人吧 米亚帮她将头发盘在脑后 清清爽爽的 完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徒的样子 最近一段时间 苏菲的头发都是米亚数的 毕竟小妖不方便现身 而小姐自己给自己梳头 这在外人看起来 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苏菲带着詹妮和阿兰出了院门 忽然发现 阿托罗正骑在马兽 等在马车边上 阿托罗 你也去学校吗 苏菲好奇地望着一身烈装 英姿飒爽的她 阿托罗并不多言 她朝她笑笑 然后伸手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 示意她快些上车 那你也一起坐我的马车吧 苏菲微微笑着发出邀请 她犹豫了一下 点头同意 阿兰 那你不用去了 有阿托罗和詹妮陪我就可以了 苏菲转身吩咐道 是 阿托罗下了马兽 将马兽牵到一旁 将将绳递给阿兰 接着走过去 很自然地伸手将苏菲抱上了马车 轰的一声 苏菲的脸马上红了一片 她抬起头 正好看到詹妮细虐的眼神 脸更加红了 她笑道 阿 阿托罗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下回不要这样 她生气地扁了扁嘴 既是不算地球上的年龄 苏菲现在也有13岁了 虽然她的身高 与高大的阿托罗完全不能相比 但那也是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女了 刚才她如同对待小孩子一般的举动 令苏菲非常难为情 不过 她对此不做解释 如果阿托罗真的像传说中那么聪明 就应该能够了解她的意思 阿托罗依旧温暖地笑着 可是当她看到苏菲此刻 无比认真的眼神时 立刻欣然答应了下来 好 小黑在苏菲的肩上 伸了一个小小的懒腰 欠蓝色的大眼睛向她眨呀眨 伸出小爪子 学着梅西先生的样子 捋了捋没有胡子的下巴 嗯 这小子不错 小妖也在妖精界里笑翻了 你 小黑 你小钟了 什么时候开始学那条龙了 想到了是吧 本大爷还会去学着她吗 小黑刺刺牙 鄙视的撇了小妖一眼 一对妖魔在那里斗嘴 并不影响马车的飞驰 车厢内好奇的詹妮 正在仔细打量着传说中的少年高手 苏菲则是不停地打量马车 车窗外那无比陌生的街景 刚化了的雪 阳光晒暖了路边树木 发出的清新气味 一阵阵地像拉开的窗子里面涌进 那样的安宁 略带颓废的贵族之气的街道 与济坎普斯的街道完全不同 这里真安静 马兽蹄子敲击地面的声音 显得非常的清晰 苏菲 把你可爱的小点心拿出来吧 詹妮已经习惯了在苏菲马车里 品尝美味的茶点了 面对沉默的两人 她忽然觉得有点无奈 苏菲一震 空间介质的事 她原本并不打算让其他人知道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阿图罗 不过今天马车是艾薇指派的 萨利没有跟来 想要茶点的话 只能从个人空间里拿了 她白了沾泥一眼 轻轻脱下手上柔软的黑色手套 假装从空间戒指里 其实是从个人空间里 拿出了一壶薇爱泥草茶 和三个精致的水晶杯子 她记得下雪那天 阿图罗好像蘸过这种茶 然后又取出两碟 加了蜂蜜的茶点摆在桌上 抬起头的时候 正好撞进阿图罗惊讶的眼神 她甘笑了解释道 啊 空间戒指 外公的朋友送的 阿图罗的视线 落在了苏菲的手上 其实现在她纤细白细的手指 戴的根本不是 孟克同大师送的那只戒指 而是巫妖的临别赠品 之所以戴着它 一方面是因为 她空间魔法师的身份 不想暴露 另一方面 她非常喜欢 这枚戒指的样式 感觉跟她的气质很搭配 喝点茶吧 听说从家里到学校 要好长时间呢 桌上的艾文尼草茶的香味 已经从壶中溢了出来 混合着茶点的麦香 奶油和蜂蜜的气味 使狭小的空间 变得温暖了起来 不等苏菲伸手 詹妮就已经倒好了三杯茶 没有半点客气一下 抄起一杯就送到嘴边去 却一不小心被烫到了 她叫了一声 口齿不清地道 怎么这么烫啊 她赶紧将风系魔法师 在她伸出来的半截舌头上 样子非常的滑稽 苏菲忍不住也笑了起来 谁让你这样着急的 这种茶必须是极高的水温 才能冲泡出香味来的 阿托罗的脸上 也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莫斯霍克魔武学院 坐落在天嘉云城的 南部偏东的方向 紧挨着天嘉云城森林 占地面积非常之大 迪斯特里河穿过其间 当初到达天嘉云城的第一天 苏菲他们就从这里附近经过 也曾远远地望进学校的建筑 当初只是并不知情而已 阿托罗指着远处 一片银色高塔建筑群说道 那里就是 望着那一座座尖尖地 指向空中的塔楼 苏菲不由想起 许许多多的王子和公主的故事 那些塔楼全部被圈在 高高的灰黑色的围墙里面 围墙上有着写实风格的浅浮雕 进大门的时候 是阿托罗跟门前站着的 年轻法师打的招呼 他们的马车 并没有碰到任何阻碍 阿托罗 怎么看门的都是法师 都没有五十剑客吗 苏菲很好奇 这是传统 看来阿托罗并不是个 合适的向导 他的话实在是太少了 还是我来说吧 听说莫瑟霍克魔武学院的 魔法部和五级部是死对头 谁都不服谁 门口的接待工作和守卫工作 全都是由魔法部和五级部 轮流负责的 每三个月更换一次 扎尼说着 转头望向阿托罗 我说的对吗 嗯 阿托罗点点头 苏菲也愣 马上笑着问道 那你和仙短拉不成人死对头 你们比过吗 谁厉害呀 她的话音未落 额头已被阿托罗敲了一击 苏菲捂着自己的额头 不满的小声道 问我而已吗 她说话的语气 倒真有些像兄长撒娇的小妹妹 阿托罗少爷 咱们这是直接缺练筋部吗 扎尼问道 对 阿托罗言解意害 请叫我阿托罗 好 我也正觉得少爷什么的 听起来怪怪的 扎尼跟着干笑了两声 莫斯霍克某武学院的建筑 以添加云长的风格完全不同 他们看上去要更加古朴 更加严谨 除了闪着荧光的法师塔 还有一些蓝绿色圆圆的 拜占庭风格的屋顶的小楼房 上面开着圆拱形的窄窗 像是一只只黑色的眼睛 看上去阴郁而浪漫 似乎暗藏着无数的秘密 空旷中心广场边上 围着一群少年 其中一个拿着塔玛拉长笛在吹 那笛声在广场空旋盘缓 清晰可闻 中心广场的另一侧 是一片低矮的眷住群 苏菲感觉到里面设置了不少结界 从外部形状看上去 应该是一些比赛和练功区 再过去 就是霍斯默克山了 这时山上还是白雪矮矮 像一幅巨大的画 半山腰上远远一座古堡 旧旧的 灰灰的 孤立的立在那里 随着耳边一阵清澈 温柔游戏般的笛声 苏菲忽然有种莫名的熟念 就像回到了前世的故乡一样 那是图书馆 不合格的向导介绍道 山脚下有一片起伏的草坡 雪已经画得差不多了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发着金绿金绿的光 草坡附近 从贝亚特山的枝脉流过来的 迪斯特里河 涓涓地流着 唱着魔幻般的声音 远远地缠接着莫斯霍克山 蓝色的水面上 扶着一大群白色的巴巴雪鸟 如诗如画 气氛真的非常好 这就是即将进入的学校啊 苏菲不由抓紧了拳头 还真有一种前世上大学 刚报道时的紧张和兴奋呢 莫斯霍克魔武学院 一共分为四大部 他们分别是魔法部 武器部 炼金部和研究部 魔法部按照魔法属性 分成八大分院 武器部分成骑士 剑士 盗贼和剑术四个分院 炼金部分为魔药 材料 构装和工艺四个分院 而研究部 则分为文学 艺术 历史 军事 政治 商业 建筑和家政分院 炼金部在迪斯特里河的另一侧 蜿蜒的河流 自然将魔法部和武器部 还有研究部分开 形成一个独立的区域 苏菲心中暗笑 是不是炼金时不时传出的爆炸和中毒的事件 都是心甘情愿地将如此敬意的角落留给他呢 想要到达对岸必须下车 坐缆车过去 除了动力部分的魔法阵之外 这种缆车的结构 与地球上用来观光的高空缆车非常相似 苏菲叹了一口气 这里应该设立一个空间转移阵 炼金术的悲哀呀 最高的那座法师塔 就是伊格纳斯大师的 阿图罗指着河对岸的 好的 你去忙你的事吧 这你姐姐在这等我就行了 苏菲决定自己单独去见伊格纳斯大师 心里很期待 他会是一位怎样奇怪的老头子呢 坐缆车过了河 苏菲一路往前 穿过大大小小的实验室 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人 大概是还在放假的缘故吧 很快 他顺利地来到一座高耸入云的 法师塔前面 一个纳斯大师的法师塔 望着紧闭高大的 镌刻着各种奇异阵法图的大门 苏菲有些紧张 好像去面试一样 他手中紧紧地捏着孟克彤大师的信 不知道待会儿 将面对怎样的场面 苏菲正要伸手 暗动门边那个巨大醒目 看起来像是门铃的东西 忽然门开了 出来的是一个男人 确切地说 是看起来十八九岁的大男孩 我先讲完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